这个身价2亿的富豪正在装穷 8万一瓶的顶级红酒 灌进10块钱的红酒瓶 高档鱼子酱装进廉价罐头 进口火腿也换成促销包装 男人名叫阿栓 一天之前 他还因为穷的叮当响 被妻子逼离婚 可一夜之间 他彩票中了头奖 竟摇身变成了亿万富翁 理财顾问提醒他 现在离婚 你得分妻子一个亿 要想独吞的话 离婚之前就得装穷 有钱却不能炫耀的痛苦 谁能体会 阿栓憋了两天 实在憋不住了 跑进商场就展开了报复性消费 定制版阿玛尼 优雅款季泛西 嗯 不错 除了这两件 其他的全拿下 限量版劳力士 50万而已 小菜一碟 高档球鞋 名贵香薰 进口火腿 各种买买买刷刷 疯狂刷卡是痛快了 可买回的这么多奢侈品该怎么办 回到家 阿栓打开了尘封已久的仓库 把奢侈品都藏了进去 又把高档红酒与紫酱 都装进了廉价包装 一切半妥后 举起酒杯炫一口 这有钱的味道真是上头啊 可阿栓哪能想到 这一招瞒天过海 差点坑死自己 阿栓还沉浸在有钱的味道中 可妻子突然回家了 她慌忙躲在了沙发上 等妻子出来时 她早把一身的奢侈品都脱了 阿栓谎称衣服洗了还没干 连换洗衣服也没有 妻子都为她感到可怜 不过毕竟夫妻一场 妻子让她来自己超市打工 阿栓本能拒绝 因为超市经理正是她的死对头 但妻子自作主张替她答应了 于是 阿栓过起了两面派的日子 白天装穷打工 晚上奢华享受 顿顿米其林餐厅 餐餐八二年拉飞 每晚都是总统套房泡泡女 不在家的时候 阿栓西装革履 可以回到家 立马换装 衣衫蓝绿 不过这晚 岳父岳母竟然来了 他们做了一大桌子菜 可刚从米其林餐厅回来的阿栓 王说这酒太辞了 换瓶好的吧 岳父却说 得了吧 你能有啥好酒 可喝了一口 立马察觉到不对劲 这酒竟然跟自己十年前 在顶级宴会上喝到的一个味道 那可是八万元一瓶啊 妻子不以为然 这酒就是我们超市卖的 阿栓的心在低行 但为了强装镇定 阿栓举杯敬酒 不料露出了腕上的劳力士 岳父一把抓住 阿栓慌忙掩饰 不过是九块九的地摊货罢了 谁知岳父当场掏出一百块 给我来识之 阿栓的心都凉了 但也只能认栽 就在这时 阿栓的手机响了 妻子一个劲地催他接电话 阿栓却打死不承认 拼命干饭掩饰 没办法 一旦自己的新手机拿出来 富豪身份可就藏不住了 妻子不依不饶 就要动手抢手机 阿栓突然爆出了妻子 要和他离婚 果然 一家人的注意力都被转移了 妻子气得起身就走 挽回婚姻大概是彻底无望了 如果你中了两个亿 愿意分给朋友两千万吗 这个男人就愿意 前一天 他还是被妻子嫌弃的穷光蛋 第二天 凭借一张彩票 他摇身一变成了亿万富翁 可为了不被妻子分走一半奖金 离婚之前他只能装穷 即使在朋友面前也不能暴露 逛商场 拎着大包小包奢侈品 却不想撞见了朋友 阿栓只好躲进珠宝店 示意营业员拦住朋友一家 营业员也是个明白人 一看阿栓满身的奢侈品 立马效劳 逛街时 又是大包小包奢侈品 再次迎面撞上了朋友 明知躲不开的阿栓 只能把奢侈品都塞进了垃圾桶 然后眼睁睁看着他们被当做垃圾倒进了垃圾车 心内的痛啊 上班路上 坐在麦巴赫里阿栓一抬头 竟和加油站的朋友四目相对 阿栓大住了 这该怎么解释啊 当他正准备坦白从宽时 朋友沾了点唾沫 捋了捋自己的发型 还好 他并没有看到自己 随着一天天的纸醉经迷 阿栓的心境也在发生变化 他渐渐觉得 以前的朋友 已经配不上自己亿万富翁的身份了 朋友们打电话喊他喝酒 他直接婉拒 路过小酒馆看见朋友们畅演 他也默默离开 可是这种没有朋友的日子 这种奢华只能独享的生活 又让阿栓不禁怀疑 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吗 为了既能有朋友 又不跌自己的身份 阿栓想出了一个绝妙好计 那就把身边的朋友都变成有钱人 第二天 胖子的好身材就被经纪人看中 当即签下了年薪一千万的合同 而瘦子则莫名其妙 多了一个远房姑妈 获赠了一千万的遗产 果然 有钱后的朋友们没让阿栓失望 立马翻脸不认人 划清了和他这个穷人的界限 失落的阿栓 连工作的心思都没了 来到了高尔夫球场散散心 没想到还碰见了超市经理 阿栓立马装成兼职球童 经理一听 好啊 矿工来兼职 罚款三百 说完得意洋洋地走了 不过从理财顾问嘴里 阿栓听到了一个 关于经理的劲爆消息 心情立马舒展了 男人抱起盆栽 猛地砸向豪车 掰断与刮起 然后掏出钥匙 在车身划上一圈 又拿出刀子 对着轮胎狠狠扎两下 可就在这时 车辆警报声却停下了 一面站着一对懵圈夫妇 完蛋 砸错车了 不过没事 男人有钱 他刚刚中了两亿大奖了 只不过为了不分给妻子一半的钱 他在装穷 男人之所以遭见这辆车 因为他是死对头超市经理的车 就在刚刚 阿栓在五星级酒店吃完饭出来 迎面就撞上了妻子和经理 他慌忙伪装成门筒 妻子却一点也没怀疑 还对他一顿冷嘲热讽 工作日拼命打工 休息天还不忘兼职 什么时候你才能像经理一样优秀啊 阿栓既不打一出来 果断就拿经理的车出气 不过在高尔夫球场 阿栓听说了经理破产的消息 兴奋的当即就想把消息告诉妻子 好看看她的脸色 谁知 正要开口 岳夫却来了 推着满满一车红酒 原来 阿栓为了装穷 把八万一瓶的红酒 换进了十块钱的红酒瓶 岳夫上次在他家尝了一口 竟然这么好喝 刻意跑几百公里 买光了超市里所有的红酒 阿栓一脸无奈 岳夫还抬起手臂 说这表走时真准 一分钟正好跑一圈 说完 他又掏出五十元给阿栓 让再买四只 阿栓真想抽死自己 为什么当初要把五十万的劳力使 说成九块九的地摊火 阿栓生无可恋地 接下了那五十块 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走出超市透口气 没想到还听见朋友们 开着新跑车来炫耀 还一路向他各种炫耀 看着朋友们拿自己的钱 如此挥火 阿栓再也忍不住了 说出来果然就轻松了 晚上 朋友们一起上了阿栓的游轮 尽情狂欢 阿栓已经好久没体验到 这种怯言 超市里 经理终于宣布了破产的消息 可看着妻子这样的脸色 阿栓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善良的阿栓 实在是扮演不了恶人了 一散会 阿栓就邀请妻子共进晚餐 他想把中奖的真相告诉妻子 他特意请来了米其林大厨 精心准备了烛光晚餐 可当他把中彩票的消息告诉妻子时 妻子怎么也不信 直到亲眼目睹被打造成豪华包间的仓库 妻子才相信了这一切 哼 有钱还隐瞒 妻子气得掉头就走 再也不想见到阿栓了 第二天 妻子收到了一亿汇款 而那家超市 也被阿栓以妻子的名义买下 而心灰意冷的阿栓呢 已经到了机场 准备去国外过自己单身贵族的生活 然而 在即将登基的那一刻 妻子及时赶到 张开双臂迎上去 送上了一记大耳光 阿栓心领神会 一把将妻子搂进了怀里 终于 他俩兵士前嫌 幸福地过上了向往的生活 所以说有钱虽好 但用钱都买不到的感情 才是最值得珍惜的 家人们 诗诗子正在参加西瓜play活动 急需你手里宝贵的一票 给诗诗子的视频 长按点赞就有票 在视频下发三条评论有票 在视频里发三条弹幕也有票 点击诗诗子头像 进入直播间 观看10到20分钟有票 给直播间点赞有票 在直播间发一条评论也有票 拿到票后别忘了 点击右上角的链接 帮诗诗子头上哦 投满20票就能参加抽奖活动 百分百中奖 运气好的话 能中一台苹果电脑哦 求求大家了 给石狮子投一票吧 谢谢大家了 最后感谢宝子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 石狮子一定用心做好视频 最后给大家表演个才艺吧 嗯 救命 石狮子 石狮子 石狮子